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要讨论 首先,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指责美国在北溪天然气管道遇袭事件中默许乌克兰的行动 并警告美国实质上在合法化恐怖主义 安东诺夫强调,俄罗斯将查明并惩罚真正的肇事者 另一方面,越共总书居间越南国家主席苏林抵达中国广州 展开他上任后的首次国事访问 此次访问标志着中越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巩固 苏林将重温胡志明在中国的革命足迹 并与中越友好人士进行交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报道和分析两则引人关注的国际新闻 一是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关于北溪管道遇袭事件的最新声明 二是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的首次国事访问 首先来看有关北溪管道遇袭的新闻 这条消息来自网路媒体 涉及到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最近发表的一份声明 安东诺夫在8月16日表示 他不相信乌克兰会在没有美国默许的情况下袭击北溪天然气管道 他指出,美国将责任推卸给乌克兰 而俄罗斯将查明并惩罚袭击事件的真正幕后黑手 在这份声明中 安东诺夫还提到 如果没有美国的默许 乌克兰根本不可能实施这样的大规模行动 安东诺夫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同时,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波利安斯基 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认为媒体的报道试图掩盖真正的肇事者 他认为没有人会相信 这起事件是由几位乌克兰潜水员所为的 实际上,2022年9月26日 北溪一和北溪二两条波罗的海海底书气管道 在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发生剧烈爆炸 大量天然气泄漏 这起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丹麦、瑞典和德国分别启动了调查 但都拒绝俄罗斯参与其中 美媒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纷纷报道 声称乌克兰是袭击的幕后黑手 乌克兰对此一再否认 据《华尔街日报》8月14日的报道 一个由乌克兰人组成的团伙 租用游艇和身前设备实施了袭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初批准了这个计划 但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得知后要求停止 尽管泽连斯基随后命令扎鲁日内停止行动 但后者无视了这一命令 仍旧继续推进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 坚决否认乌克兰与这起事件有关 反而指责俄罗斯才是幕后黑手 他认为这样的行动需要大量的技术和财政资源 而当时只有俄罗斯具备这些条件 同样 德国也锁定了一名与事件有关的嫌疑人 这名代号为弗拉基米尔Z的乌克兰男子在波兰 但已于7月初离开波兰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 在媒体吹风会上拒绝评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而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表示 美国对德国的逮捕令事前并不知情 从多个角度来看 这起事件充满了疑点和矛盾 首先 从技术层面来看 袭击北溪管道这样的大规模行动 确实需要高超的技术和财力 因此 安东诺夫认为乌克兰难以独立完成 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 其次 美国在全球事物中扮演的角色 以及其对乌克兰的支持 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其背后的动机和可能的默许 最后 乌克兰方面的否认和对俄罗斯的指责 也给事件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 继续我们的节目 第二则新闻来自《星岛日报》和《明报》 报道了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苏林的首次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标志着中越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巩固 苏林的专机在清晨时分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迎接她的有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热情的民众和媒体记者 选择中国作为她上任后的首个出访国家 无疑显示了中越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 和战略合作的重要性 苏林在广州的行程中 将特别寻访前越南主席胡志明 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的足迹 胡志明曾在中国度过了一段重要的革命岁月 他在中国的活动 不仅为越南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奠定了基础 也为中越两国的革命友谊 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苏林此行将重温这段历史 向胡志明致敬 并通过这一项征信的举动 表达对中越两国革命先辈的敬意 此外 苏林还将与中越友好人士进行交流互动 包括曾在越南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专家 学者 以及为中越友谊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 通过这些交流 她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推动中越关系迈上新台阶 苏林此次访问 不仅仅是一次礼节性的国事访问 更是一次充满象征意义的历史之旅 通过重温胡志明的革命足迹 苏林向世界展示了中越两国 在革命斗争中结下的深厚友谊和共同的历史记忆 同时 她也希望通过此次访问 进一步推动中 越两国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 开创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 更是此次访问的重头戏之一 双方将就一系列重要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包括经济合作 基础设施建设 文化交流 以及地区安全等 两国还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进一步巩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每年都在稳步增长 此次访问无疑将为两国企业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 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总的来说 苏林的访华不仅是一次礼节性的访问 更是一场务实的合作之旅 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 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 这不仅有助于两国的共同发展 也将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做出积极贡献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突发事件 我们下次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 这次的国际事件 真是像一出扣人心弦的悬疑大片啊 让我们先从俄罗斯驻美大使 安东诺夫的北溪天然气管道遇袭事件说起 安东诺夫直言不讳地指出 乌克兰在没有美国默许的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发动这次袭击 美国媒体试图把锅甩给乌克兰 但这显然是个老套的甩锅游戏 安东诺夫甚至暗示 美国这种态度等于是默认了恐怖主义的合法化 哎呀 这简直是给国际关系交了一大桶汽油 然后点了一把火啊 俄罗斯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他们还要查个水落石出 以便严惩幕后黑手 俄罗斯驻联合国副代表玻利安斯基也出来补刀 他在社交媒体上大肆批评美媒的报道 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掩盖真正的肇事者 你能想象吗 他说没有人会相信 是一群不清醒的乌克兰潜水员干的这事 看来 这部国际悬疑大片的导演和编剧真是煞费苦心 接着我们把镜头切到2022年9月26日 那可是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遭遇爆炸的日子 这起在丹麦瑞典附近海域发生的剧烈爆炸事件 导致大量天然气泄漏 震惊了整个欧洲 尽管丹麦 瑞典和德国分别启动了调查 但压根不让俄罗斯加入 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不干了 他表示这明显是国家层面的恐怖主义行为 俄罗斯如果不能参与调查 真相怎么可能大白于天下呢 随着剧情的深入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和华尔街日报 纷纷爆料称乌克兰是袭击的幕后黑手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最初似乎批准了计划 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得知此事后要求停止 结果乌军前总司令扎卢日内 无视命令继续推进了袭击计划 这个剧情简直堪比好莱坞大骗 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 断然否认乌克兰参与 反而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 称只有俄罗斯拥有实施如此规模行动的技术和财政资源 真是你来我往 高潮迭起 而且德国还锁定了一名 与北西事件有关的嫌疑人 代号为弗拉基米尔C 戏剧性的是 这名乌克兰男子居然逃离了波兰 这简直就是一场国际追捕大骗 悬念重重 好了 国际悬疑片看完了 现在我们转场到越共总书记苏林的首次国事访问 苏林抵达广州 这标志着中越关系进一步深化 这次访问不仅是礼节性的 更充满象征意义 苏林还特别寻访了胡志明在中国的革命足迹 向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致敬 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重温 更是对中越两国革命有益的在确认 苏林的访问还涵盖了与中越友好人士的交流 这些友好人士包括曾在越南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专家、学者 苏林希望通过这种交流 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推动中越关系迈上新台阶 这不仅是历史的回顾 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约共总书记苏林此次访华 不仅仅是一次礼节性的访问 更是一次务实的合作之旅 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讨论了一系列重要议题 包括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地区安全 这些议题不仅关乎两国的未来发展 也有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总的来说 无论是北溪事件还是苏林的访华 都是国际舞台上的重大事件 前者像一步悬疑大片 后者则是一步充满温情和合作的友谊句 国际关系就像一部复杂的多线叙事电影 每个国家都是其中的重要角色 剧情走向更是扑朔迷离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 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 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